Hello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去美國的戶外用品專賣店 Cabeolas Cabeolas這家店主要賣的商品有包括打獵用具 釣魚用品、露營器材等等 比較有特色的是他們的商場裡有水族館跟動物標本博物館 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去觀光吧 首先先帶大家看看這個商場的中庭呢 它有甲山造景 甲山上有很多的動物標本 那這裡還有北極熊 北極熊旁邊有生活在極寒地帶的射牛 像這邊所有標本上面都有寫說 這個標本它是由誰來捕獵到的 那現在這一個呢上面就寫是由W David Manns 他在1996年在Louis County所捕獲到的這一頭白尾路 這一頭呢是1991年呢在加拿大捕獲到的 然後呢把它做成了標本 那這邊呢也可以看到這個非洲動物的標本喔 你可以看到它完全就是把這個天空啊這個山谷啊 就是模仿非洲的那個草原的那種感覺 雖然沒辦法看到活的動物呢 還可以看看這些精緻的標本 這裡面還有一個這樣子 很大的一個動物博物館 全部呢都是標本 那這邊呢也有之前人在打獵的時候 留下的照片還有當初的劍 像這一區呢它大多都是由他州的獵物 這是他們打獵自己之前打獵用的帳篷 那因為由他州呢就是一個 夏天玩水冬天玩雪 然後呢它的秋天有烈壓打獵的一個 這麼一個州 如果你想要了解由他州有哪一些 可以打獵的或是野生的動物的話呢 也可以來這一家店來走走來逛逛 因為這些動物呢 不一定在動物園有機會能夠見到 所以呢來這邊呢 雖然它不是活的是標本 但是也可以來這裡認識一下 有他州的動物 接下來呢我們逛的這一區 是打獵用品區 這裡有弓箭、獵槍、迷彩服等等 弓箭區呢這邊還有試工的靶場 購買之前呢可以先在這邊試用 或是請這裡的工作人員 來教你如何使用弓箭 另外除了弓箭之外呢 這裡呢還有假的靶可以練習 像這一個呢它是練習用的靶 你就可以把這個放在花園院子啊 然後呢練習打這一隻豬 所以它身上是有靶的 它就會讓你說你在獵豬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把你的箭或是槍枝 剛好對準這個位置 可以打到豬的心 好可憐喔 哈哈哈哈 這是火雞 那打火雞你要怎麼打火雞 然後火雞這邊也有靶可以給你打 就在它翅膀這裡 那這邊也有一個靶 所以應該是這個位置比較小 是比較難的 但是這裡呢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它先把這個假的火雞做出來呢 讓你知道說 你如果真的打火雞的話 你要怎麼來打火雞 你要對準它的哪裏打 這個是獵Coyote的 是獵小土狼的 迷彩衣 真靈打獵符 所以清一色就是這樣子 沒有葉子 等一下 如果你在打獵的時候呢 你就躲在這個帳篷裡面 開一個這樣子的小孔 然後呢 就對著外面看 是不是有野生動物經過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休息 又同時呢 又可以等待你的獵物 動物呢都不會發現 牠們的眼睛不知道為什麼都看不到 哈哈哈哈 就很容易被獵到 就是綁在樹上的椅子 打獵椅 你可以就坐在樹上 坐一整天 然後有個椅子這樣子 很有特色欸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打獵椅 我以為 我以為就像電影裡面 大家就直接爬上去 坐在樹上 沒想到居然有打獵椅這種東西 這隻鴨是個假的獵物鴨 把它放到池塘呢 或是湖裡面 真的鴨子呢 會以為有新的同伴加入 就想要靠近打招呼 獵人就可以很容易的 捕獵到真的鴨子 這家店裡面呢 還有這個 槍的博物館 我們現在去槍的博物館 看看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他這邊的槍 可能都是一些比較經典的 比較貴的槍 所以他把它放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那因為我對槍真的不了解 完全不懂 所以就是走馬看花看一看 在這邊呢 你還可以私人訂做 就是這個家店 就是特別訂製 你喜歡的槍的樣式 還可以刻制 然後這裡有賣這個 槍的保險櫃 我知道有很多的美國人 他們都會在自己家裡 放這個槍的保險櫃 這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拔指 你在打拔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來打 那這個拔指呢 它也很特別 它是一個火雞 然後它也把這個火雞的眼睛跟它的骨頭 全部都畫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針對 喔我要打火雞的第幾根骨頭 來打這個拔指 這邊還有小朋友的練動玩具區 然後它放了很多的假槍 大家可以來這邊就是打電動 用這個電動玩具槍來練習設計 那這個商場裡面呢 還有個小型的水族館 有很多猶他州湖泊盛產的魚 那水族館旁邊呢 就是賣釣魚用具的 舉凡釣竿到各式各樣的夾爾 這裡都有 另外這是露營用品區 現在夏天呢 很多家庭都會安排露營活動 所以露營商品都很暢銷 那除了一些戶外活動之外呢 這裡呢 還有一些特色的家庭裝飾品喔 這個牌子的意思呢 是謝絕推銷的意思 美國人呢 他們不像我們華人 寫的這麼簡單 你們要謝絕推銷 他呢他就寫了很多 我們已經很窮了 就是快要破產了 然後呢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買任何東西了 然後呢 我們知道我們將要投給誰 所以你要你要來 就是推銷 就是投票的 投給誰 你也不要來講 然後呢 我們也已經找到耶穌了 所以你要來傳教 你也別來了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呢 他就說 如果你要免費給我啤酒 那歡迎你 但是呢 如果不是 那請你離開 他會寫那麼一大段話 但其實呢 意思就是謝絕推銷 然後這邊還有賣食品類的 然後這邊還有賣食品類的 這裡的包裝呢 也很特別 他們有那種 鄉村奶奶爺爺級的這種包裝 就是非常old school的感覺 這邊呢 還有各式各樣的辣椒 然後但是你看 這個也很可愛 這個感覺就是 你吃了這個辣椒之後 會放皮 呵呵呵呵呵 你看他這個辣椒的設計圖 不只這個 你看這一隻小豬 我覺得這些很有特色的 這些包裝是 可以拿回去送人的耶 像這一個辣椒醬 大家知道 它是siracha 很多華人餐廳都會有的 那它的這個包裝就很特別 它下面有寫 KQS HOT 就是你吃了這個辣椒醬 你的屁股會很辣 好特別的辣椒醬喔 好啦今天帶大家來逛了這一家 美國的Cabelus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囉 那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請記得關注我唷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